似缺暗下内心的震惊与骇然 他失去嘴角的鲜血站了起来 看着那副手而立 气势凌厉射人的轩云莫泽 他知道 若是不拼尽全力一战 只怕这一战 他是要败了 想到若是败给轩云莫泽 就得败他为师 他的眼皮不由跳了跳 若是那样 实在是太丢脸了 想到这里 他连忙稳住一身实力气息 将体内的灵力气息再度提上来 他的衣袖中 瞬间窜出两条绿藤 那两条绿藤 如同有生命一般 迅速生长 朝前面的轩云莫泽袭去 绿藤翻出的藤条 也在迅速生长 没一会儿 其中两条 便缠住了轩云莫泽的脚 轩云莫泽一剑 衣袖一服 肉眼可见的灵力气流 如刀刃般划过 将那藤条削断 也在这时 那一藤条 羞的一声猛然窜出 夹带着强大锋刃与力道 拍击向轩云莫泽 轩云莫泽当即飞山闪避 他手一动 一把轩云剑 瞬间出现在手掌中 林立剑刚之气一扫 呼啸而起的剑气 羞羞羞的 将那藤条尽数砍断 四缺剑子 飞山掠上半空 手中藤条消失后 出现的是一把 泛着锋利光芒的长剑 长剑夹带着灵力气流 灰草而出 带起一道道剑影 披向轩云莫泽 同时 另一手伸出 另一把长剑也随之 出现在他的手掌中 当他两剑全出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不由惊呼 这是四缺尊者的双眼剑 他平时不轻易试人的 今天施展出来了 看来也是被逼急了 四缺尊者 身具封属性 以及木属性 但是他最厉害的 还是这一双影剑的 双影巴士 当初他就是凭借着 这一个成为了 宗门尊者第一人 没想到 今天居然会动用双影剑 来对付轩云莫泽 看来 他是向轩云莫泽 当真劲敌了 可不是吗 他们两个人 在台上交手 轩云莫泽并没有处于下风 四缺尊者 估计也是看明白了这一点 才动用了双影剑 不过 然而是轩云莫泽的实力再强 在四缺尊者 亮出双影剑之后 他是必输无疑的 而在那边 沐昕尊者 被凤姐的双拳击出 一口鲜血喷出来 整个人也直接飞出了十几米 险些跌落高台 信得他用脚尖勾住了高台边缘 才稳住身体站稳脚步